大家好,现在是12点42分啊,这个4月28号周三 最近啊,也是有网友给我爆料哈,这个粉丝啊,让我聊聊 聊聊这个自主择业,自主择业的这个君转干部的事啊 这个,我也搜了搜啊,查了查一些资料,做了做功课啊 这个,面对地方政府不执行军转政策 自主择业的干部该不该依法维权啊 2021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颁发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的通知 也叫中发啊,中发2001年3号文件 那到现在20年了啊,以来啊,自这个文件发布以来 军转干部增加了一种新的选择方式 即20年以上兵领啊,当过20年的兵 且副团级以上的 一般来说就是中校啊,两毛二啊,两杠两花的啊 且副团以上的军转干部可以选择自主择业 后来根据军改需要 自主择业军改军转干部的兵领和职务都有所放宽 这意味着自主择业军转方式到今年已经执行了17年啊 这是一个18年的文章啊 全国自主择业干部累计达到20多万人 这是一个庞大的军队转业干部群体啊 20多万,好好讲 各地应该从什么什么高度稳定稳定啊 这个什么叫自主择业啊 自主择业就是不给你安排工作了 过去比如说安排到税务 工商,公安,城管啊 国企,央企啊 这个负担也很沉重 我之前聊过这话题啊 这个我认识的好多街道办事处的 什么科长一类的都是部队转下来的 其实他们懂什么吗 他们什么都不懂 是吧 对地方的事他们部门清 就生给安排进来的 自主择业不安排工作 但是80%的员工资还保留 还发给你 然后住房也不收回 这是我了解的啊 我认识两个啊 就是不是网络上认识的 生活中认识两个这样的人啊 现在啊 他们这也要维权呢 在这个南京 还有武汉吧 发生了群体性事件了啊 南京和广州 南京和广州 现在已经曝光了啊 南京和广州 自主择业干部维权的事件后 现在不知道 还有没有更多的哈 那估计就是不给钱了吧 也就这点事 是吧 你要给他钱 那住房不收回 他不会闹腾 他对吧 到现在有十九年了 应该有二十多万人啊 那每年有一万多 至少一万多干部 用这种方式 还有一部分 就得安排工作啊 安排工作 我认识两个人 一个是总参三部的 一个天津人 这个人我怎么认识呢 我是那个 在旺京住的的时候 旺京有个烤鸭店 叫在南湖 中原是南湖 东原啊 那小区 旁边有个大金克龙 超市啊 我们那儿金克龙 有大金克龙 小金克龙啊 营业面积不一样 大金克龙南边 金百万 那儿的早点不错 好像是一帮河南人 承包的 肉包子 素包子 这个油饼 油饼还是油条啊 豆腐脑 豆浆 粥 咸菜 挺好的 我早上起来 去那儿吃早点 然后 就他有一天 是好像做的质量不好 某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抱怨了一句 我也不是破口大骂 我就说了一句 我说这不好 完了旁边有一个人搭茬 他来那个声援我 他说是不好 反正大概说了这么一句话 哎 我这人听口音听的挺棒的 我说你是不是天津人呀 哎呦 他说哥们 你太神了 他说那个 我在北京到二十年了 他说从来 没有人 听出来 我是天津人 结果后来 我这人能聊啊 我就说哥们 你哪的呀 我总参三部的呀 我说那 你是不是相红旗的呀 哎呦 他说你门清啊 我说那个 谁谁谁谁 我提了几个人 哎呦 那谁谁谁啊 我认识 所以一聊聊聊 他天津人 他就是走自主择业的路 然后那个 他来旺京 是来应聘的 就是自主择业是这样 就是说不给你安排工作 因为给安排的都是好工作 是吧 工商局 税务局 公安局 城管 还有那些央企 国企 都是好单位 不好单位 这帮当兵的 当官的不去啊 所以啊 这个但是自主择业好在哪呢 不给你安排工作 你原工资的80%还给你 然后住房 我记得是也不收回 房子你还可以住着 然后呢 你在外边再找工作 挣了钱 甭管多少 你还自己唠 所以这哥们应该是懂点 IT这一类的 他来旺京 应该是找这方面的工作来了 找工作来了 他也不岁数不大 40出头吧 大概啊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西北人啊 还有一个西北人 我也认识 也是生活中认识的 这哥们学的是军事经济 就是后来在军队的财快部门工作 军需部门 也是个副团级 就后来也是自主择业了 不过他跟我说啊 他说他们这种自主择业的 再有战友聚会啊 或者有饭局啊 就没人搭理 就人家那种 比如说转业 副团级 正团级 正师 副师 到地方上 就是当个科长 当个处长 当个什么队长 这个在战友啊 或者社会上那种饭局 在聚会的时候 还是有人给敬酒 给捧着 他们这种自主择业呢 有的人吧 就不工作了 像他就不工作了 他就是 因为他老朋友生了个二胎 他儿子比较大了 十多岁了 然后他老朋友 给生了一个小女儿 然后就在家带娃娃 就两口子 就没人理 你没职务了 中国人就是官本位 等级制 没人搭理 不过这个人 我跟他喝酒的过程中 他承认 他考军校的时候 是作弊 是打小抄 他说都抄 都抄 就 实际上 所以他对共产党 他是感谢的 他说他的机会 都是共产党给他的 因为共产党 让他抄了 让他作弊了 考试的时候 所以他考上军校了 他是这么说的 当然这个人呢 对一些具体的事 也表达了不满 他说在军队里边 比如说 那个 因为很多人办交接手续啊 财务上的那个 比如说那个工资啊 转工资什么的 得经过他 他实际上是个会计啊 然后 他说有的人 比如说在这个部队 明明就是个士兵 就通过一种运作 比如说假手续 反正都有人啊 都有人 他不能在原单位 一定要调走 因为原单位 人家都知道他底气 所以调走 调走的时候 做一套假手续 就变成军官了 这是亲口跟我说的 跟我喝酒的时候说的 好吧 关于这个人 我是很熟啊 我就说他西北人 西北有五个省 我就不说他哪个省的了啊 他原来的工作 到底干什么的 在哪个哪个单位 又调到哪 从哪个省 调到哪个省 我就知道的非常清楚 我就不给人说了 是吧 尽量模糊化一点 把事说清楚就完了啊 好吧 这个关于中国的军转干部啊 是个大问题啊 二十多万啊 看来地方政府 这个财政捉襟见肘啊 那全国啊 这个除了这些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 退伍军人达到了五千六百多万 也多次上访啊 也是这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北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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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杜